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,喜欢记得,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295篇,自己的俩个手下,也是自己的子侄,正在对山耳光,但是没看到丁长生,走了几步,才发现丁长生已在一个柱子后面,抽着烟,看着这两人互相打耳光。 你们俩干什么呢?柯清和大喝一声,这两人这个时候才停了下来,画面再回到楼上,就在接到楼下这两个混蛋的电话时,柯清和一直都在想办法解释这件事,可是怎么解释都不行,自己好好在家里睡觉,还是和自己合法的老婆在做那事,被人堵在了被窝里。 虽然他们当着他的面,删除了摄像机的东西,甚至把存储卡都给了郎君之,可是郎君之依然是不依不饶。 就在柯清和接到了电话,意识到丁长生可能跑了之后,这才不管郎君之怎么说,都坚持下了楼,到了地下车库,看到了这一幕。 而此时,郎君之穿好了衣服,打电话给自己老爹,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,他倒是想知道柯清和到底是在针对谁。 丁长生闻言,这才闪了出来,说道,柯局长,这两个混蛋坐在我车上,我让他们下来,居然敢拦着我不让我走,还说是你说的,有这回事吗? 柯清和一上来就被丁长生问住了,好在这这家伙脑子转得快,反问道,丁市长,你怎么在这里,是家在这里,还是在这里租的房子? 我为什么在这里用得着向你汇报吗?他妈的,接着扇。 说完,抬脚就把其中一个人踹到了地上。 丁市长,柯清和一看就急眼了,大喝一声。 怎么了?我好歹还在这里呢?他们是警察,你这么做,合适吗? 屁,柯清和,我问你,这两个混蛋是谁,你心里没数吗?他们是不是警察,你心里没数吗? 过来,你这个混蛋,来,把证件拿出来,拿出来,啪,甩手就是一巴掌。 这家伙被打得身体一晃,差点跌倒,可见丁长生这一巴掌用了多大的力道。 柯清和当然心里有数,他现在开始后悔没听柯北的话,柯北说得没错,自己遇到丁长生,还真是有些没辙了,楼上的事还没处理完,楼下又出了这样的事。 就在这个时候,两人僵持不下时,郎君之从楼上下来了,还带着林涛。 林涛一下子就看到了丁长生,郎君之指了指柯清和,说道,你给我等着,等着。 说完,上了汽车,柯清和急忙走过去解释,他知道,郎君之这一走,就彻底没有商量的余地了,于是想要拦住汽车。 可是郎君之不知道是赌气,还是想要存心撞他,根本没理会他的拦车,面对他在前面拦着。 不但没有停下的意思,反而是加速了,柯清和是听到了发动机加速的声音,这才猛然躲开,好在是没撞上,但是他的手被外道车静扫了一下子。 柯清和疼得蹲在了地上,所有人都围了上去,丁长生看到这种情况,打开车门上了车,扬长而去。 柯清和回到了家里,柯北还没走,还在等消息,可是等来的,却是这样的结果。 于是柯北急忙给郎国庆打电话,但是打了十多个电话,郎国庆都没接,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,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。 他是准备来的,对吧? 林涛问郎君知道。 我也不知道,怎么在楼下被堵住了,柯清和堵他干嘛。 郎君之皱眉问道。 于是,这一夜,他们同床一梦,倒是丁长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,睡了一个好觉。 第二天还没起床,就被电话吵醒了,是郎国庆打来的。 喂,郎书记,这么早。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,我有点事找你谈。 郎国庆说道。 丁长生不用想,也知道是昨晚的事,虽然现在还没接到郎君之的电话,但是郎君之一定会把昨晚的事夸大了汇报,这一次就看郎国庆的尿性了。 有没有胆子和柯家板板手腕,要是不敢,那就算了。 他要是敢的话,自己绝对是要站在他这边,看来去北京的时间又要推迟了。 果然,丁长生到了郎国庆的办公室后,郎君之也在,朝着丁长生使了个眼色,然后就听郎国庆说道。 昨天晚上,郎国庆简单叙述了一下昨晚发生的事,让丁长生吃惊的事,郎国庆一点都没提到自己。 于是看了一眼郎君之,果然,他点点头,算是告诉丁长生,事关丁长生的事,他一句话都没说。 过了一会,市里的几个领导都来了,这看起来不像是常委会,但是参加会议的都是市里的主要领导干部,甚至还包括了党荣贵。 最后来的是柯清河,柯清河看看在座的这些人,再看看郎国庆的脸,就明白了今天这一关不好过。 老柯,因为你的事,我把大伙都叫来了,就是想听你解释一下,我和你共事这么多年,没得罪你吧,没给你穿过小鞋吧,君之昨晚才回来的,和你有仇,非得大晚上地去家里把他堵在床上。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?我想知道。一开始,郎国庆就是咄咄逼人,说实话,他对柯家一直都是敬而远之,不招惹,不麻烦,也不得罪,可是柯家这一次真是把他惹毛了。 郎书记,这件事真的是一个误会,我们真的没想,这么说吧,我们是跟踪一个小偷的时候巧遇的,我们也没核实那是谁的房子。 侦查到小偷就在里面偷东西,所以柯清河为难地看了一眼丁长生,这一眼又把丁长生给得罪了,丁长生本来就不爽,本来没想现在说这事。 既然你这个时候惹我,那我就对不起了。所以,你就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,破门而入,带着的还不是正规的警察,都是你们柯家找不到工作的杂碎,是吧? 丁长生说话很难听,郎国庆还顾及一点影响,丁长生丝毫没有这种顾及,你找到老子头上,老子就让你知道谁才是老子。 丁市长,请你说话客气点。和你这种笨蛋说话用得着客气吗?丁长生轻蔑地问道。 柯清河闻言,马上就要翻脸,但是被郎国庆按住了。 好了,这就是你的解释,抓小偷,小偷没开门,你们把门撬开了,然后进去赌人是吧? 小偷呢,抓到了吗? 郎国庆问道。 郎书记,我刚刚不是说了吗?这是个误会,是因为我们情报有误,所以,没能找到小偷。 小偷跑了。 他话没说完,又是丁长生截断了话头,说道,小偷没找到,情报失误,柯局长,柯书记。 我问一下,你这么大个市局局长,一直都是这么身居一线的办案的吗?柯清河不知道丁长生又在挖什么坑,但是很明显,他没好话,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 这很难回答吗?我问你,是不是一直都这么身先士卒的身居一线办案,这很难问答吗? 丁长生问道。 嗯,啊,是啊,怎么了? 柯清河终于点头承认,觉得这么回答算是可以的,还显得自己勤奋,至少没有懒正。 可是丁长生接下来的一席话,让他想掐死他的心都有了。 你说你,长时间的身居一线办案,把案子办成这样,据我了解,两江市街头犯罪一直居高不下,飞车党一直都很猖獗,你说你一直都身居一线办案,就是这么办案的,这么多人抓一个小偷,还抓错了。 柯局长,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呢?你给大家伙交个底,市局和下面县市局里,到底有你们柯家多少人?多少人是通过你进去的,进去领工资不干活的,有多少? 丁长生这话问的,这怎么回答?没有。要是查出来怎么办?这么多人都是这里的证人,要说有,多少?自己都不记得了。 不但是柯家的人,连带着柯家的亲戚,通过自己的手进来,没有一百也有七十。 柯清禾默不作声,丁长生接下来的话,才真是要了他的命呢。 郎书记,以我看,我觉得柯清禾同志担任政法委书记,本来任务就很重了,再兼职市局局长,实在是为难他了。 我建议,还是不要再兼职了。其他年富力强的同志们,多的是,干嘛非要为难柯清禾同志一个人呢?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,也不管你们和柯清禾有多大的利益关系,反正我觉得他不适合再继续担任市局局长。 丁长生说道,你,柯清禾一下子猛了,不知道该怎么反对这个提议。 郎国庆没说话,看向在座的这些人,此时要是没人说话,那这个话题就算是冷场了,于是党荣贵上场了。 说道,长期以来,调研得到的最大的问题反馈,就是治安问题。 有些案子几年破不了,我们的市局身上存在一股病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 出了案子破不了,逼得老百姓自己去破案,要市局干什么? 领导干部是关键,柯清禾同志在市局干了年头不少了,但是没什么起色,这值得我们深思。 我同意丁市长的建议,那你们呢?丁长生看向在座的其他人,郎国庆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,他只是想要柯清禾一个难堪,没想到演变成了一个讨论人事问题的会议,此时自己要是耸了,那真是就是耸到底了,这些人可能没人会看得起自己了。 再看向自己儿子,郎君之也是拼命点头,郎国庆这才意识到,自己又为他人做嫁衣了。 在座的其他人看向郎国庆,期待他说句话,可是郎国庆没说话,没说话也是一个态度。 那就是在默认丁长生的提议,而当他们来的时候,最早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丁长生和郎国庆,他们以为这件事,市长和市委书记早已达成了协议。 所以,觉得这个时候,卖丁长生和郎国庆一个人情而已,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损失的。 于是纷纷点头,赞成丁长生的提议,柯清禾一下子脸都绿了。 我反对,我反对,柯清禾说道。 丁长生看向他,说道,你反对没问题,你在市局待了这么多年,把一个市局经营的针扎不透,水泼不进,数次调你去其他部门,或者是升迁。 你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位置,我就想知道,你在市局里到底埋了多少钉子,或者是市局里有多大的窟窿,这些早晚都会有新局长查清楚的,你反对无效。 你们,你们这是阴谋,你们这是,在甩阴谋,柯清禾抬手指着在座的人说道。 丁长生没理会他的,他在市局已然成了过去时,没必要再和他计较。 柯清禾不再和这些人啰嗦,直接开门出去了。 此时郎国庆问,丁长生道,市局不能没有人,你看什么人合适。 这本来是一句客气话,但是丁长生没放弃这个机会,直接说道,局长可以慢慢选,要不然先让老党兼任着,等找到了合适的局长人选,再换人不迟。 郎国庆再一次体会到了丁长生的厉害,举手投足间,蛊惑自己和众人,换掉了市局的局长。 现在又把他到两江市之后,第一个合作还算顺利的人,推上了市局局长的位置。 副市长兼市局局长,这没话说。 我?我恐怕不行吧,我没做过公安部门的工作,党荣贵想要推辞,郎国庆心里一喜,只要要是他推辞就好,自己可以借颇下驴。 但是他话没收完,就被丁长生狠狠地瞪了一眼,党荣贵接着说道,不过我可以试一试,怎么也会做得比柯卿和强的多吧。 郎国庆到嘴边的话又堵了回去,这个时候,副书记赫曼说话了,他一直都没说话。 丁长生开始时还担心他反对,因为一直到现在,丁长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头的,也不知答他到底站在谁一边。 我看行,老党,你干其他的工作都是雷厉风行的,公安局长也不一定非要公安系统出身,工作都是相通的, 我觉得你没问题。 贺曼说道,丁长生看向贺曼,投去了赞赏的目光,贺曼微微一笑,仿佛这是从来没发生过一样。 几家欢喜几家愁,柯清河回家砸了杯子,当这个消息告诉了柯北之后,柯北长叹一声。 人人都说,丁长生是个脚屎棍,踢出北原就没事了,但是现在看来,我们是最倒霉的那一个。 踢出北原了,但是怎么会踢到我们这里来了,你说这是咋办? 柯北端着一杯茶,问正在看报表的翁蓝一道。 翁蓝一头也没抬得说道,别问我,这个人和我绝交了,到现在电话短信微信一概拉黑我,根本联系不上他,他对我是十足的警惕,我没办法。 我就是问问,你能有什么办法? 柯北说道,说起丁长生,此时他的眼前一片模糊,根本不是什么报表,而是使自己产生了幻觉的白血。 柯北说道,翁蓝一看了他一眼。 没吱声,柯北拿起衣服出了门,他要找郎国庆好好谈一谈。 怎么说,自己还在两江,过年没走呢? 他们对柯家来,这套是什么意思? 郎国庆是什么意思? 他也知道郎国庆在省城的靠山是北原市长齐震强,但是在柯北的眼里,齐震强还真是上不了什么档次, 所以他决定亲自对郎国庆施压。 柯家不能丢掉市局局长这个位置,否则的话,就等于是把柯家在两江的裤子给扒掉了。 没有了遮羞布,柯家就不是柯家了。 柯北走了之后,翁蓝一站起身去了洗浴室,放了一缸热水,开始泡澡。 他从来没在大白天泡过澡,可是,现在却非常的想去泡一泡。 其实,他只是想换个地方,体会重温一下那一碗在小树林的感觉而已。 可是无论怎么是,无论自己的手换成什么样的手法,都无法达到那样的感觉。 到最后他放弃了,摊倒在浴缸里,怎么回想起那一碗的姿势和动作,都无法复原。 最后不得不放弃。 等到浴缸里的水渐渐变凉了,他才不情愿地起来,坐在沙发上,将自己用宽大绵软的浴袍包裹起来,拿出手机给丁长生发了一条微信,问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。 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他没有时间,他要去北京,下午的飞机,听到这个消息。 翁蓝依一下子坐了起来,急匆匆收拾了几件衣服,让自己的公司助理给自己订了去上海的飞机,然后自己用自己另外一张身份证订了去北京的航班。 一晃好久没来这里了,一切如旧,不过那几棵树倒是长起来了,不错,还是蛮有几分失忆的。 柯北站在市委大楼郎国庆办公室的窗前,看了看院子里,说道,郎国庆陪在一旁,当然知道他这个时候来这里是干啥了,但是你不问,我就不解释,也用不着向你解释。 一个市局的局长位置,就这么换人了,是不是太草率了点,如果作为一个两江出身的干部身份来和你谈这件事,有没有收回这个决定的可能性? 柯北问道,虽然他很希望能命令郎国庆改过来,可是他不想那么办,那是无能的表现。 大喊大叫,不是他的作风,他的作风是阴手,让人不知不觉,润物细无声,可是自己家族里的那些子侄们,拔护惯了,从来不屑于学他这一套,就像是柯清禾。 这么多年的干部了,就徒一时痛快,要是去赌丁长生他不亲自出马,这时还能找几个替罪羊打发了,可是现在呢,一切都赌死了。 我这里没问题,丁长生那里呢?党荣贵那里呢?丁长生提议党荣贵兼职市局局长。 他们两个那里,我怎么交代?而且,这是还是在座的常委都同意了的,市里这边不好办了。 人大常委会选举完之后,就算是程序,走得差不多了。 柯省长,你要是对这事有意见,可以和省厅打个招呼,不同意不就完了?我这里实在是不好再反复了。 那样的话,丁长生也不会安生。 郎国庆把皮球踢给了柯北。 那意思很明白,你不是省里的吗?是公安局长是双重领导,地方政府为主。 市人大常委会选举,市委坐到这里已经是开工没有回头见了,再反复的话,自己这个书记的脸面往哪搁? 好吧,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次的事,的确是柯清河做得不好,也不怪你。 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,你被人利用了。下次要注意,尤其是丁长生这个人,你的加倍的小心,不然的话,小心折你。 柯北说道,谢谢柯省长提醒,我一定非常小心提防。 嗯,你知道就好,和书记为什么把他放到了两江市,你心里没数吗?但是现在来看,你很被动,你是市委书记,你得有威望,有担当,怎么能事事被他牵着鼻子走呢? 你看看这才来了几天,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来,你呀,我看,很危险。 柯北摇摇头,表示很无奈地说道,是是是,我明白,我一会多加小心。 郎国庆陪笑道,此时,丁长生已经去了省城,要坐下午去北京的飞机,周鸿骑到机场接他,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他鸽子,丁长生都不好意思了。 可是没想到自己上了飞机刚刚坐下,想要睡一觉的时候,有人拍了他一下大腿,扭头一看,居然是翁蓝衣。 你怎么?丁长生直起身体,朝周围看了看,没发现认识的人,这才低声问道,你去干嘛? 我还问你呢,你什么时候把那几个字给我去掉?这下好了,去北京,我们有的是时间,你要是再推托,我和你没完。 翁蓝衣小声说道,丁长生笑笑,我就是说说,你还真信了?不过接下来的旅程,倒是不用怕寂寞了。 而且他还想问问,当年为什么甩了党荣贵,而嫁给了科北,这是他一直都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,或许只有他说得清,就连党荣贵都不见得能知道内情。 这大过年的,你不在家里陪着老爷子过年,你去干嘛,有重要的生意,要谈。 丁长生问道,是啊,是一笔大生意,问你见识,你们最近是不是一直都打算对陈幻强动手? 翁蓝衣忽然问道。 丁长生一愣,问道,动手。 动什么手,你以为我和他一样,动不动就找人暗杀之类的。 在他的眼里,国家的法律当成了儿戏,但是我不是,我是党的干部,我不能不讲法律。 其实要想搞死陈汉秋,不用等到北原来,我在湖州就能搞死他。 但是我要让法律的正义得到伸张,所以,才立主异地审判,虽然他该死,但是也得国家法律判他死刑才行。 私人无权行使这个公权力。 看着丁长生说的义正言辞和真是似的,于是问道,那,这么说,陈汉秋的死和你没关系。 丁长生不禁苦笑一下,说道,翁总,你以我有多大的本事,在短时间内能够调动这么多关系的人,可能是我吗? 北原的那些官老爷们有几个买我的账,这还不明白,陈家兄弟,真是想要我死,怎么都能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。 我也觉得,这是和你的关系不大,但是陈家兄弟一直都怀疑是你干的。 所以,这段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,说是有人要对陈焕强不利。 所以,陈焕强早早地躲到北京去了,在北原的,只是他的几个保镖在等着钓鱼呢。 翁兰伊说道,丁长生内心一惊,这件事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的汇报,看来杜山奎等人还不知道这事,但是既然是装作不知道,那就得装到底,飞机已经起飞了,再联系地面也不可能了,只能是等到落地再说了。 我对这是不感兴趣,要不然我们聊点我感兴趣的。 丁长生问道,行啊,你对什么感兴趣? 翁兰伊看了他一眼,挑衅地问道,因为此时还在春节假期,所以去北京的人不多,机舱里的客人都是三三两两的,没有人注意他们说话,于是丁长生问道,当年翁总在两江市可是闹出了不小的绯闻啊。 翁兰伊一愣,随即就明白丁长生肯定是听说了什么,没想到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,还有人记着这事呢,也不知道是哪个多嘴的家伙说的,回头查出来一定割了他舌头。 什么意思?什么绯闻?翁兰伊故作不解地问道。 丁长生说道,党荣贵的副市长干了不少年了,按说以他的能力,早该升任市长或者是到省里任职了,但是一直被某些人阻拦着,不能进步。 虽然我不喜欢党荣贵,但是我更不喜欢柯北,翁总对这俩人有什么评价吗? 翁兰伊看了看丁长生,说道,都是一些沉枝骂浪骨子的事了,我不想说,也不想谈,都过去了。 可是我好奇啊,到北京还有两个多小时呢? 不聊聊这个话题,我回去就要再向更多的人打听,你在两江的官场上将掀起新一轮的好奇心,你不担心吗? 丁长生笑道,翁兰伊白了丁长生一眼,说道,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,对这些八卦的事怎么这么热心呢? 我真是有点不明白了。 来来,说说嘛,反正有的是时间,我也好了解一下你和党荣贵之间的那些往事,接下来我和他共事时也好知道怎么协调,哪里可以松,哪里可以紧。 说吧,丁长生的手放在了翁兰伊的腿上,翁兰伊像是被蝎子折了一下似的,立刻躲开了,丁长生的手没动,他又扭头看了一眼丁长生,丁长生的手还在原位没动,他不得不乖乖地又把腿送了回来,丁长生的手这才落下去。 说吧,咋回事,我这几天没事,就一直在琢磨这事,到底是怎么回事? 我想,这里面可能就只有你最知道这事的前因后果了,党荣贵那个傻瓜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,对吧? 丁长生问道,翁兰伊点点头,说道,你说得没错,的确是我对不起党荣贵,是我背叛了他,但是我没办法。 虽然那时候我爸爸就是副省长了,可是我不想把那件事闹大,否则,我爸会打死我,太丢人了。 你做了什么? 有一次,我和党荣贵,还有他的同事柯北一起吃饭,党荣贵喝多了,我们一起送他回家。 那时候的家,就是我和他的未来婚房,还没领证,但是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婚房。 那时候,柯北要调到省里去,所以那次喝的不少,我也喝了不少,可是还算是清醒。 结果呢? 结果在我和党荣贵未来的婚房里,柯北强迫我发生了关系,那是我的第一次。 一旁就是呼呼大睡的党荣贵。 我想要喊,可是他捂住了我的嘴巴,让我一点声音都喊不出来,并且他威胁我,要是被人知道了,这件事会影响到我爸的仕途。 我当时也傻了,就想着这是早点结束就算了,唯一可悲的是我的第一次没给党荣贵,被柯北夺走了。 这是党荣贵到现在也不知道吧? 丁长生问道,翁兰姨摇摇头,说道,这是只有我和柯北知道,任何人都不知道。 后来呢,就那一次,不至于就让你对柯北念念不忘吧,还是想着从一而终。 丁长生戏谑地问道,翁兰姨摇摇头,说道,过了两个月,我发现自己怀孕了,在柯北之前,我是处子之身,在他之后,我没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, 包括党荣贵,所以,这个孩子是柯北的无疑。 我找到了他,问他这是该怎么办? 他说,他要和我结婚,不然也会把这是告诉党荣贵。 如果没有孩子,他告诉党荣贵什么我都可以不承认,可是现在有孩子了。 我发现这个孩子成了证明我不真的最有利证据,一时间就傻了。 所以,你们就结婚了,留下一个傻傻的党荣贵,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丁长生问道,这个秘密我一直没告诉任何人,也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我尤其不想伤害的,就是党荣贵。 翁兰一愧疚地说道,放心吧,我不会告诉他的,你已经伤害他够深的了,不然到现在也没有结婚,这还不是拜你所赐。 丁长生冷冷地说道,那你的意思是,这是怪我了。 翁兰一有些无力地说道,你爱柯北吗? 丁长生转移了话题,问道,翁兰一一下子被丁长生问住了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其实你不爱他,你和他结婚,是因为你怀了孩子,没办法,但是他和你结婚,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利用你爸的权势,在省里巧取豪夺,在市里横行霸道。 我想,在他和你结婚之前,柯家在两江市没有这么横行霸道吧。 丁长生问道,翁兰一点点头,说道,事情走到了这一步,没人能预测到,所以,这一切都是命。 这是我的地址,你下了飞机去这个地址,有人接我,我有事要处理。 丁长生下车之前给他发了一条信息,信息上的地址就是秦莫家的四合院。 于是,下了飞机,翁兰一走在后面,丁长生走在前面。 他看到了一个干练的女孩来接丁长生,看不出那个女孩的年纪,但是看起来比自己好像年轻些,再想想丁长生在飞机上对自己做的事。 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的,到哪里都不缺女人,也许只有这些女人自己知道吧。 身上有女人的味道,在飞机上也不老实。 周鸿起撇撇嘴,说道, 哪里啊,这一班飞机特别地急,一左一右坐着两个女人,还是一家的,我说,我们换换座位,你们好聊天,他们还不同意,结果是一说话,就相互伸着脑袋,在我的面前说话,那个烦啊,多亏了时间不太长。 丁长生无奈地说道, 真的假的?你看我像是在说假话吗?对了,我只能是在这里待一天,还要回江都看看。 丁长生说道, 随你,我无所谓,就是老爷子想你了,想见见你,他呀,现在老了,越来越能念叨了,我让他在海南待着,非要回来,说北京热闹,越老了越是怕寂寞和孤独。 周鸿起叹口气说道, 是吗? 你难道不怕寂寞和孤独吗?想我了吗? 丁长生解开了副驾驶的安全带,身体歪在了周鸿琦的身上,周鸿琦一边躲着,一边开车,连连求饶。 丁长生忽然想起来该给杜山奎打个电话说说陈幻强的事,结果却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 没有走,我一直都在这里盯着呢,还能看到人,就是没机会而已,十分钟前还出来溜弯呢,怎么可能走了?你没看错?没看错,除非他是有替身,否则,绝不可能认错, 而且因为受伤,所以走路的样子之类的,都和以前差不多,没大改变,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人? 杜山奎问道,这事先停下,我怕是陷阱,到时候把人折进去就不值得了,等我回去吧,我先在北京呢,等我回去了再处理不迟。 丁长生说道,好,听你的。 杜山奎回答道,周鸿琦看向丁长生,说道,陈幻强确实是回到北京了,我是听贺乐蕊说的。 昨天在秦末的四合院,我们聚了聚,还有萧涵,说起了陈家。 赫乐蕊说,看到了陈幻强回来了,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要在明天聚会,可能是商量一下新的一年到哪里去搜刮财富。 这些人都他妈该死,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陈幻山会急演。 丁长生说道,什么意思? 他是中南省的常委,虽然管的是江都市,可是要是有人想要贴护他,对湖州市下手。 我远在中北省,而且还下到了下面,边长莫急,就是担心你那个公司和思佳怡的公司。 那是我的根,根断了,就什么都没了。 丁长生说道,那你的打算呢? 周虹奇问道,要是陈幻山敢对湖州下黑手,我就让陈幻强死在他的面前。 再一个,我总觉得,像陈幻山这样的人,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,私下里还有多少没暴露出来的。 我都要知道,他敢对你们不利,我就让他断子绝孙。 另外,还有陈幻强的孩子有几个,在哪里,都要打听清楚了,将来好下手。 丁长生说道,这不难啊,问问赫乐蕊就知道了,我总觉得赫乐蕊这个人还是挺神秘的,所以,你要能和他达成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,我看将来对你还是很有帮助的。 周虹奇说道,我想过这件事,我和他的关系,只能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,至于其他的,还是不要涉及为好。 否则,容易出现感情污点,凡是一掺杂感情,就容易判断失误,和他的关系,理智点最好。 丁长生说道,周虹奇对丁长生的回答很满意,这还差不多。 对了,杨凤奇最近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了,对雄安新区的那个项目,还是很有兴趣的,投资势在必行,你和他见面,不要吵架。 该解决的问题,你要想办法去解决,而不是一味地争吵,这个项目,他倾注了很多的心血。 你要是一直这么拦着,但是又没有证据的话,我看悬了。 是啊,我知道,眼下来看,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,就是不知道,那个介绍项目的人到底靠不靠谱,还没查出问题来,如果是骗子的老手,不至于看不出一点破绽来,越是新手的骗子,做得越像是真的一样,很真诚。 恐怕连骗子,自己都认为,那是真的。丁长生说道,好了,你那些破事我不管了,我只管好胡周的事,已经开始进行小批量生产了。 我倒是觉得,胡周的事,只要是贾东亮没问题,其他人都没问题,你还是要在贾东亮身上下下功夫,毕竟他是省委书记。 周红旗说道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红旗,丁长生感觉现在周虎清对自己是越来越好了,无论是说话还是态度,和以前都大不一样,但是唯有一点,那就是周红旗对他还是美好脸色,不知道是真的,还是也俩和起伙来唱戏给丁长生看。 两人的车到家时,院子里停了一辆车,警卫员守在汽车旁一动不动,周红旗看了那车一眼,说道,哎,过个年也不安生,这是又来了大领导了。 谁啊?丁长生问道。 不知道,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 于是,两人带着丁长生给周虎清带来的礼物进了客厅,果然,客厅里有客人坐着,正在和周虎清聊天呢。 哦,刚刚还说你呢,这么快就回来了。 过来,这是牛司令,来给我拜年的。 周虎清没理会丁长生,倒是向周红旗说道。 牛叔叔好,这么稀罕,到底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?我哥还好吧。 周虎清一看到这个牛明亮,担心地问道。 放心,你哥在西北好得很,这不,我是给老司令来道喜的,你哥又升了一级,现在是师长了。 牛明亮说道。 哦,是吗?没事就好,这是我朋友丁长生,中北省的一个小官,来看看我爸的。 周虎清说道。 牛明亮看着丁长生,说道。 嗯,中北省的,中北省现在很热乎啊,到处都有你们中北省的消息,据说一个副省长年前回乡祭祖,烧了半个山,还死了两个战士。 不错,我就是不信邪。 这中北省到底邪在哪里? 丁长生被说得一头雾水,不知道这位牛司令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坐下说吧,坐下说,你们站着,我看得头疼。 周虎清说道。 司令,我就不做了,你老身体好好的,我就放心了,还有些关系要跑。 我得在夫人之前,把这些关系都跑到,不然人家挑礼。 牛明亮说得很直白,周虎清点点头,挣扎着站起来和牛明亮握握手,说道,我就不送你了。 红旗,替我送送。 牛明亮举手就是一个敬礼,然后看了丁长生一眼,扭头离开了,周虎其跟着送了出去,过了一会才回来。 丁长生笑道,这位牛司令,脾气真是牛啊。 周虎清指了指座位,示意丁长生坐下,问道,家里挺好的吗? 挺好,谢谢司令问候。 嗯,那就好,年纪大了,话就多,这个牛明亮要去中北省了,两会前调整的。 昨天刚刚下来消息,估计你们中北省又要热闹一阵了。 去中北省,去当省军区司令吗? 丁长生问道,是,看来上面也在运作一些事,你看出来了吧,未来的一段时间。 中北省恐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,不把该抓的人都滴流出来,中北省的经济发展上不去。 一个大省,什么都上不去,据说连房价都上不去,那还发展个屁。 周虎清问道,这些和我关系不大了。 我现在去了市里,被踢下去了。 丁长生解释道,周虎清摇摇头,说道,我看过通报,中北省的情况很乱,现在就是缺少一个人理顺这些事。 但是现在看来,仲华是动不了,也是无能为力,所以,中央就要采取掺沙子丢石头的办法。 一点点来,总会打开这个围墙的。 丁长生笑笑,说道,你老都退休了,还管这些事干嘛,刚刚这个牛司令和您老有关系。 周虎清点点头,说道,他以前是我的兵,后来去了西北,这不,从西北调回来了。 去了中北省,刚刚他说的那番话,很明显了吧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军队里还好点,和中北省现在的政治局势纠缠不多。 他去了也不会有什么难度,政治和军事不缠在一起,这样比较好。 不然的话,很难办。 周虎清是真的老了,说着说着话,周虎清居然开始了打盹,丁长生和周红旗都没惊扰他,去了楼上,秦务员在楼下陪着他,等到他醒了,伺候他睡觉。 丁长生坐在卧室的椅子上,问道,老爷子比我上次见他又老了很多。 是啊,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开始折磨他了,有时候疼得一夜夜地睡不着,在海南待了一段时间,那里太安静了,也睡不着。 现在能睡觉的时间就是有人陪着说话时打个盹,其他的时间基本都是看书看电视,睡不着,安眠药已经不管用了。 周虹其说道,这样下去不行啊,医生怎么说? 丁长生问道。 周红旗摇摇头,说道,他现在不相信医生的话,所以基本就是不配合治疗,要不然在三亚三零一医院住着也行啊,就是不听,谁也说不了。 萧涵听到有人叫门,开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个女人,一个简单的旅行箱,手里拿着手机对照着这里的地址,没错,门牌号上写的就是这里。 你找谁? 萧涵问道。 是丁长生让我来这里的,我从北原来。 翁兰一说道。 萧涵没有意外和怀疑,直接开门放他进去了,然后又关上了门。 我收到他的信息了,说是有个朋友要来住几天,这个房间是你的,今天太晚了,你自己凑合一下吧,冰箱里有吃的,饿了可以吃点。 说完,萧涵再也不管他了,自顾自地去睡觉了。 萧涵一没想到来了这里是这样的待遇,但是也没办法,时间确实不早了,自己多亏是在机场的快餐店里吃了点,要不然,非得饿这一顿不可了。 有什么事,你可以去找他,牛明亮这个人还是不错的,我也和他说了你的情况,他都知道。 所以,中北省的一些事,你也可以没事时去找他聊聊,都在一个省里共事,互相帮衬点好。 第二天,丁长生一起来,周虎清就拉着他说这些事。 周虎清根本就不理会他们说什么,做了饭,然后三人一起吃饭,这顿早饭吃完了,也到了中午了。 周虎清送他出去,说道,你有时间就去湖州看看,我要是有时间呢,也会去找你,我相信,你在那个什么叫两江市的鬼地方待不了多久吧,我就不信仲华这么没担当,自己的人都做不了主。 你不知道实际情况,他确实是做不了主,人事问题和家胜一个人说了算,就算是其他人有意见,但是基于利益的考虑,也不会站在仲华这边说话。 为了我的事,仲华几乎是和何家胜撕破脸了。 丁长生说道,这还差不多,无能为力是一回事,无能是另外一回事。 周虹其说道,你真要今天离京吗? 周虹其不信地问道,你刚刚说了杨凤七的事,我觉得我还要去找赫乐蕊问问,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实话。 丁长生说道,好吧,你干的都是正事,在京城的又不是我一个人,你总得都照顾一下,是吧? 理解了。 周虹其酸溜溜地说道,我今晚在四合院主,你也一起来吧。 丁长生说道,滚蛋,我看他就烦,不想去。 赫乐蕊见丁长生进来,立刻站起来招了招手,咖啡厅里人不少,不然的话,丁长生还真是不好找到他。 这些人都不过年吗?在这里喝咖啡? 丁长生见面第一句话,居然是这样的牢骚。 丁市长,过年好。 赫乐蕊向丁长生伸了伸手,两人握了一下手,彼此笑笑坐下。 赫姐,怎么这么客气,看样子这是要谈公事。 我可是奔着私事来的。 丁长生说道,先公后司嘛,我见你,还真是有件公事要谈,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 赫乐蕊说道,什么事,这么严肃。 丁长生喝了口咖啡,问道,此时一直在等待丁长生的翁蓝一接到了柯北的电话,柯北的语气很别扭,也很急促。 蓝一,你在媒体上有没有认识的朋友? 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 翁蓝一问道,从昨天开始,省外的网上开始报道两江市的山火,不知道怎么扯到了我家的祖坟上。 还说那是什么帝王陵墓的风水之类的,都是瞎胡扯,现在这是闹得越来越大了。 包括山火怎么着的,说得和真的似的,丁长生这个混蛋坑死我了。 我现在是使出了浑身解数,也破不了这个局了。 柯北说道,翁蓝一一愣,问道,你破不了的局,你问我,我怎么有这能力,你还是早点汇报给何家胜吧,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事压下去。 柯北看着各大门户网站都封了一样的转发,虽然还没点他的名,但是中北省副省长姓柯的就只有自己。 祭祖引起上火,这本身就是够劲爆的了,再加上一个什么风水大师在这里面谣言获众,这下好了,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要去柯北家的祖坟去看帝王风水了。 而且这位大师在看了这个祖坟的规制之后,扬言像这样的祖坟格局,注定是要望柯家。 但是柯家后人里,要是有围观的,这个人就一定会刻上级,会给上级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,甚至是取而代之。 我就是问问你有没有在媒体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出来说个话,发个微博之类的。 钱不是问题,我们可以多给钱,我现在算是看清楚这些新媒体了,简直是害死人不偿命啊。 柯北气急败坏地说道,我找找吧,不记得认识什么有名的媒体人。 翁蓝一说道,我联系了丁长生,但是这家伙不接我的电话,他这是要和我公开撕破脸了。 柯北说道,你们不是早就公开撕破脸了吗? 翁蓝一问道,蓝一,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,但是我发誓,我真的不知道陈家兄弟会这么干。 要是这样的话,我是不会允许你去山里的,而且,我们两家是一体的,一容俱容,一损俱损。 你要想清楚这事,你不要见死不救。 柯北说道,我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,我怎么不管你了?我这不是在找人吗?你赶紧汇报吧。 这样的渔情不是闹着玩的,搞不好你是中北省第一个倒下的。 翁蓝一威胁道,这样的渔情,何嘉胜岂会不知道,每天上午,都会有一份是关自己省内的渔情摘要会报到领导的案头。 所以,在柯北焦头烂额时,何嘉胜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了。 你们投资?谁出钱? 再说了,这件事你该和中南省的领导们去说啊,和我说有什么用? 我可是什么都给不了你们。 丁长生说道,怎么给不了?你给技术啊,这是他们谈的条件,他们出钱,你出技术,尽快把这事敲定下来。 五月份之前必须生产出来一辆样车,参加北京车展,到时候接受订阅,走特斯拉的路子。 他们路子广,已经得到相关的消息,国家不再给新能源汽车补贴了,因为领导们发现。 给这些新能源车企补贴,这些车企拿着补贴不干正事,技术根本就是停滞不前。 要把国外的新能源汽车引进来,国内的车企不争气,那就不要再补贴了。 越补窟窿越大不说,他们也没进取的动力,只有把国外的链鱼放进来,他们才知道怎么去发展自己,不然的话,还是一伙骗补贴的骗子。 赫勒蕊说道,这倒是个新课题。 你是代表谁来谈的? 许一剑吗? 丁长生问道,我不代表任何人,我代表钱,我投资,你不要管钱是哪来的,你们坚持了这么久,是有效果的,我们出钱,你们出技术,公司我们不控股,49%,你们占51%,这个比例不会随着增资而改变,这个条件可以吗? 赫勒蕊问道,丁长生点点头,问道,我很想知道,是什么促使你们改变了主意的,这里面怎么没有陷阱? 政策,是政策让我们等不起了,海外的技术也在发展,等到海外的技术和成品进来,我们再搞就没多大意思了,所以,必须现在就要搞成功,否则,一切都晚了。 赫勒蕊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是啊,外部压力大,内部才能有实惠,要是没有外部的压力,斯嘉怡他们是不是还会被你们压迫,等死? 长生,这一次他们学乖了,是我在操作这件事,其他人除了钱,不会出现在这个交易里面,也只有我和你做生意,和斯嘉怡他们做生意,其他人再不会出现。 这个结果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力,也是因为我的建议,当然了,也是因为我和你的关系,他们不具备这个优势,但是我有。 赫勒蕊说道,好吧,我懂了,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,我也要回去和他们说说,他们要是同意了,你才好去和他们谈,否则的话,我看不好谈。 我和他们其中一个人谈过了,但是,失败。和谁谈过了? 丁长生皱眉问道,周鸿奇,我和他谈过了,他不是一直都在湖州做工厂吗? 而且斯嘉怡的公司现在就在周鸿奇的工厂做技术,可是周鸿奇拒绝了我。 赫勒蕊说道,哦,我刚刚见了他,他倒是没和我说这事,为什么拒绝? 丁长生问道,赫勒蕊怂怂肩,说道,你问我,我问谁去? 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沟通的,我不知道,但是我感觉周鸿奇好像对我的意见蛮大的,我哪里得罪他了? 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我会和他核实一下,看看到底什么情况,要是有什么新的进展,我会及时通知你。 好,为了合作,干杯。 赫勒蕊端起咖啡杯和丁长生碰了一下,然后赫勒蕊不等丁长生把杯子放下,说道,好了,公事说完了,我们说一下私事吧。 私事? 什么私事? 丁长生问道,我想去看看秦末和孩子们,想他们了。 赫勒蕊说道,丁长生闻言笑笑,说道,你随时都可以去,到时候让秦末去接你,不就完了吗? 是吗?但是秦末和我说,我要是去的话,首先得征求你的意见,你同意了,我才能去。 赫勒蕊说道,不是吧,我什么时候这么专制了? 不存在的,你随时可以去。 丁长生说道,那好,过了年,谈好了合作的事,我就去看看他们,对了,公司就在上面,要不,上去坐坐。 赫勒蕊问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算了,这大过年的,我还有些事要处理,就不去公司了,见了你,就可以了。 赫勒蕊的眼神里,有一丝失落,但是依然满脸的微笑,没表现出来任何的不快。 送丁长生出去,然后去了楼上公司里。 在会议室里,陈焕强和许一剑都在等着他回来。 我还以为他会随你上来,那样,我们正好可以见个面,解释一下,免得以后再起波澜。 徐一剑说道,我邀请了,但是他说还有事,所以就没上来,我和他谈得差不多了,年后和周洪奇公司谈好,这主要还是丁长生去施压,我觉得差不多,我们的条件够优厚了,所以,基本问题不大。 赫勒蕊说道,那就好,现在这件事越来越紧张了,要是再定不下来,我们被骂是小事,耽误了赚钱才是大事,这个合作模式尽管不是我们想要的,但是必须要促成,我们耽误的时间太多了。 徐一剑说道,对,合作好,既然是合作,那就没什么问题了,陈焕强勉强说道,三人一起商量了一些年后谈判的一些事,然后就散伙了,徐一剑和陈焕强下了楼,坐同一辆车离开了贺乐蕊的公司。 老陈,告诉你哥,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,没有丁长生,思佳怡和周鸿琦都不会信任我们,合作就成不了,所以,合作的事还得继续,你们对丁长生就是恨到了骨头里,也麻烦再等等,等到合作的事情定下来了,一切都走上了正轨。 我们拿到了技术以及公司的控制权,一切就都好说,法律之内的,我们有律师,法律之外的,我们有黑社会,怕什么呢?合作是开始,也是结局,一旦开始,就不会再停下来,明白了。 徐一剑问道,明白,我下午去江都,见见我哥,到时候我会解释清楚的,他现在恨不得看到丁长生立刻去死。 我也想啊,还是那句话,我们不能和钱过不去吧。 陈焕强叹口气说道,嗯,你有这个态度就好,前妻的工作,先让赫乐蕊那个傻娘们挡着,我们可以不做任何动作,静静地等待好消息,如果单单是思佳怡和爱丽娅还好说,现在又加了一个周鸿琦,这件事本来是很好做的,硬生生被我们做成了这样,想想真是造化弄人啊。 徐一剑叹口气说道,柯北坐在沙发里,一句话都不想说,但是对面是何家胜,他还不能不说。 柯北,你家那个祖坟是不是真的签过?何家胜饶有兴趣地问道,哎,何书记,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,这事都成了笑柄了。 我,我,我就是问问,是不是报道上说的,就是十年前签的坟。 何家胜再次问道,柯北无奈,只能是承认了了,说道,那是我爸搞的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签坟之后,我就来省城工作了,剩下的其他事,我一概不知,这是怎么救? 丁长生这个脚屎棍,啥事都能发挥得这么大,书记,这事不能就这么放任下去吧? 你说这事是他干的,你有证据吗?何家胜问道,没证据,但是这里面的是写得这么明白,是怎么回事,这事也只有他知道啊。 柯北说到这里,才意识到,自己一直都把注意力放在丁长生的身上,可是那天知道这事的,可不是丁长生一个人,知道这事的人多了去了,丁长生也会看坟吗?何家胜问道,这个,我问郎国庆了,丁长生一直都老老实实待在两江呢,他也没见过其他人。 外面的人从哪知道这些消息的,怎么说也得商量一下吧?再说了,丁长生是神仙啊,还会看风水,一看就看出来你们家千坟之后就发达了,你也升官了,这是丁长生能编出来的。 何家胜问道,何家胜说是不相信,但是心里也在打鼓,而是不想再和丁长生牵涉任何关系,包括丁长生去了北京,他都知道, 但是却说,丁长生就在两江呢,这是在回避问题。那现在怎么办,就这么等着。 柯北问道,何家胜看看他,说道,柯北,这件事呢,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,你也知道,舌头底下压死人,这件事要是继续发酵下去,上面肯定会来调查的。 到时候你怎么说?柯北一愣,他来找何家胜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,可是何家胜现在问他怎么说? 怎么说,我不知道。 既然不知道怎么说,那就想办法不说,这样吧,你回去好好想想,实在想不明白。 问问你老婆,她比你清醒。 何家胜说道,此时的翁兰伊也是焦头烂额,本来以为来了北京,远离中北省,丁长生会有时间把那几个字给自己驱除掉,可是没想到丁长生忙得很,自己进了这个院子就没出去过,虽然有吃有喝,可是这么耽误下去,柯北会怀疑的。 终于,丁长生算是回来了,翁兰伊急忙上前搭话,说道,你怎么才来,我这里都急死了。 急死了,你这么急干嘛,你是老总,出门谈个生意还用这么着急? 丁长生问道,是柯北出事了,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,都是让我回去的。 柯北急啥,生病了还是出了别的事? 丁长生问道,是关于火烧山的事情,网络上报道的很多,对他不利,他担心上面注意到这件事,所以着急了,还一直给你打电话,你都没接。 翁兰伊说道,丁长生看了看手机,这才说道,我手机没电了,找我有个屁用,我又不是开网站的。 他不是副省长吗?可以去找人删帖呀。要是能这样操作,还用着急吗? 翁兰伊说道,首先,这件事和我没关系,柯北在中北省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呢? 还有你,想让你们两口子死的人不在少数吧? 车家河是一个,党荣贵也是一个。 其他看不见的,就不知道有多少了,你说的那个报道我看了,说的那是相当详细。 我对柯北可是没有这么深的了解,所以,这是真的和我无关。 对了,你那时,还做不做了? 不做拉倒,改天再说。 丁长生问道,不行,既然来了,就要做,多久能做好? 翁兰伊问道,那要看你的耐力了,你要是能忍住,可能就快点,你要是忍不住,那就不知道多久了。 丁长生说道,那你能快点吗?我赶着回北省。 翁兰伊这才明白,丁长生这么对待自己,到底是什么原因了? 他是吃定了自己,从一开始到现在,自己一直都成了他的猎物,自己和别人还傻乎乎地想要算计他。 结果被算计的是自己。 你想要我怎么做? 翁兰伊想要站起来,但是手扶住大腿时,不小心碰到了被丁长生的烟蒂烫伤的地方,疼得赶紧松开了,然后挣扎着站起来。 还是丁长生站起来得快,一把把他拉了起来。 我想和灵芝见个面,解释一下当时。 不用了,你做好我让你做的事,剩下的事,不是你该管的。 你听我的话,我保你周全。 你不听我的话,北渊那些人到时候被清算时,我一句话都不会帮你说。 你选,你想怎么做? 丁长生说道,此时的翁兰伊,想的确实怎么先摆脱了丁长生的束缚,然后回到北渊和柯北商量怎么办。 自己和柯北都有好几本护照,想要出去那是极简单的事。 所以,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先把他稳住,然后回去。 你想怎么做,我就帮你怎么办,但愿你能信守你的承诺。 翁兰伊说道,那当然,我当然会信守我的承诺,你回去之后,就把账目拿给何嘉胜看。 就说,车仁儿这些年,瞒着他们这些股东,私吞了不少的钱,这些钱都去了哪里,车仁儿死了。 但是车家和一定清楚得很,我要看到何嘉胜和车家和翻脸,我相信以你的头脑。 做到这件事不难吧。 丁长生问道,翁兰伊看着丁长生,点点头,说道,不但是我,包括北渊的所有人,都低估你了。 我现在也明白为什么陈家兄弟非要置你于死地了。 我谢谢他们这么看重我,但是我的命硬还是那句话,你做得好,你和你老爹都能安稳过个晚年,否则的话,死在国内和去国外死没什么区别。 丁长生威胁道,当然了,翁兰伊是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的,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跑,跑得远远的。 至于他跑不掉的老爹,他相信他有能力自保,最坏的结果是什么?他不会考虑,他现在考虑的只有他自己。 我现在就想回去,不想在这里待了。 翁兰伊说道,可以,我和你一起回去,有些事我也要回去处理一下。 你,翁兰伊想要说什么,但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,因此此时话还是少点为好,话多必失。 自己来这一次,最委屈的就是肖寒了,也没来得及和他亲热一下。 不过丁长生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礼物,是让陈六去买的。 这次我的时间比较紧,没时间陪你,这个送给你,还有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 我怕是陪你过步了了,礼物还是要有的。 丁长生把一个长长的盒子递给他。 这是什么? 肖寒问道。